Love from me to you 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说 我们有时候是衣冠整齐 但是我们内心啊 就是衣冠禽兽 或是说 哇 其实是乌烟瘴气的 为什么呢 其实 关键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自省和认罪悔改的能力 圣经有一句话说 当你如果在听讲道或是在读圣经 却没有反应的时候 就好像照着镜子 看完了 不打扮 不清理 就走掉了 难怪会变成这个蓬头垢面 而且散发出恐怖的味道 那怎么样能够在我们有读到神的话语 或是听到别人的建言 听很宝贵的讲道的时候 又能够做出清理和打扮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其实关键就是自省 和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多少时候我们在听讲道 听到最后我们就是在检讨这个牧师啊 他今天讲的不错 这个笑话很好 可是 我说读圣经 读最后就 哎呀 我基督徒必须要读圣经 可是生活太忙碌 读完马上关起来就走了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要花时间 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 当我们在 有人跟我们分享建言的时候 或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来有 用一个自省的一个态度 用一个悔改的一个姿态 一个谦卑的心 来领受来面对 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整理 就在打扮 就在清理 我们的心灵生活 当我们就常常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 能够活出荣美 圣洁 而且发出心香的 这个气息的一个人了 祝福你 每一天 都能够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自省悔改的能力 好让我们能够 哇 照着镜子 可以打扮 每一天 都能够出荣美的事 Learn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